张化县警察局12日上午举办第37届警察节庆祝大会 颁奖表扬104年度模范警察 工作机优远警 机优警情区 交通警察 见识楷模 驾驶 工友 邪情名利等80人 虽然人少了 虽然工作加重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懈怠 维护张化县的治安 维护张化县的交通 是我们警察的贴命 是我们警察的责职责 更是我们的使命 庆祝大会中特别缅怀永远的英雄 特邀请英工训职巡官 陈国清眷属等 前往忠列祠举行祭道典礼 并于庆祝大会中颁赠包扬状 感念陈国清为江化县治安永远的贡献 在那么辛苦的环境之下 能够有这么杰出的表现 那么我们一直觉得 这种努力 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治安 我们的交通 我们各方面的一个享受 那么不是 没有白费 所有的远景在执勤 能够记得 执勤的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遗憾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再发生 那这个是要特别 提醒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真的要注意这个 那当然 今天是警察节 那还是要 谢谢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那当然要祝我们 所有的同仁 警察节快乐 不是警察节快乐 应该是要偏偏快乐 这次警察节庆祝活动别开生面 除慰问英工伤亡同仁及眷属外 并有古月演出及彰化县 墨有书画学会大师辉豪 颁奖典礼中 并有露骨生活茶会 为同仁奉茶 希望能让警察同仁 在这个专属的节日中 轻松欢度佳节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采访报道